大家好,我是形象设计师AE,一直在追香蜜沉沉浸如霜的小伙伴们,前几天看到旭凤招人背后捅一刀的时候,有没有特别糟心呢? 当看到耿直波旭凤,亮亮呛呛,倒在地上的时候,邓伦也瞬间就被观众们拖上了网络热搜,一时间又开始了各种演员丝,剧本丝,片方丝,不过今天你的男神邓伦又上线了,而且是黑化版的邓伦,于是难一难二的邪气演出开始的。 邓伦和罗云熙黑化演技谁更好呢?其实不是小编故意提及,实在是编剧和制片安排得太好了,谁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香蜜片方故意而为之,但结果就是演员啥都没说,和和睦睦,但这不拘的场外,却总有各种手撕话题一直在吵,回归正题。 这次黑化版的邓伦简直的,穿上黑衣大肩甲扮演魔君,无论是气质还是眼神,都充满了邪魅的气息,小伙伴们又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邓伦,开不开心呢? 反观之前的续凤角色,言行举止都是光明内容,虽然网友们说邓伦的剧中有点太左,但这样一个一声正气,纯白无邪的续凤,也非常符合邓伦原本的气质啊,让小编没想到的是, 剧中邓伦入狱的照片一身,让人流口水的肌肉,之前看着他一脸婴儿肥的面颊,没想到身材居然那么有料,就给刚被捅一刀的续凤,一个安慰的抱抱好了,而似乎是为了配合黑化版续凤的个性和气质,邓伦也在微博晒出了一组不同于以往的黑化版运动风造型。 照片中的邓伦身穿黄色格子衫,搭配一件拼接风格,和运动夹克和运动裤,整体非常经典的黄黑色搭配,非常值得男生学习一下。 这身造型不同于阳光运动风格,让邓伦整体看上去非常有皮体的街球少年技术感,十分帅气。 在第二套鞋针中邓伦则是一身工装运动风搭配,看来造型是面对邓伦的时候确实下足了功夫,这样的工装风格穿搭,是今年INS上国外最流行的造型。 邓伦身穿复古中国风的黑T恤,外穿一件复古风的军绿色连鞋工装外套,一双高帮大舌头运动鞋,在他身上显得超级贵气。 邓伦185厘米的身高驾驭起来非常有牙皮味道,不愧是我大天秤座帅哥,而AE最喜欢的还是这一身银色的后现代运动风邓伦,简直帅得不要不要的。 在这个造型中邓伦依然梳理了,而自己的标志性二八分刘海,被穿一件利领的白色冲锋衣和黑色直筒裤,上黑下白的对比,在外面套了一件银色的长款风衣,为了突出腰身还特地系了一条腰带。 这样黑化风格造型潮爆了,对比一下邓伦之前一身白西装比心的阳光骚脸,是不是反差非常大的? 以上图片来源互联网。